我们大概主要讲完几个重点,大概这九段影片 第一个的话是合并全省邮局地址 总共有25个文字党 这25个文字党我们要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 那以前当然如果你不用程式,你就是要土法炼钢 当然小量资料你还或许可以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大量资料的话 将来就没办法用人工的方式处理了 所以其实学程式有部分呢 就是将来你要面对就是说你这个资料量非常的庞大 也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或者叫巨量,巨量资料 那这个资料只会变多不会变少 而且未来的趋势啦 我看这个现在大家已经用电脑用这么习惯 你说总不可能回到以前用纸本的年代吧 我看应该是绝对不可能 而且纸本可能只会用越少啦 不可能又用越多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资料量将来,而且像现在有物联网 所以很多资料不是只有人工会产生 可能很多机器啦 甚至你会发现随时都有一些物联网的装置 随时都在监控吧,像PN2.5没办法 现在很多行政院每次很多站 那他每天都在接收PN2.5的相关讯息 可能每隔 可能甚至一秒钟就监测一次 或者是一分钟监测一次 那很多sensor啦,一堆都会产生资料 那产生资料之后的话,你就势必要处理 OK,所以现在比较夯的就是你如何可以把这些资料 快速的把它处理完毕之后 然后呢,让他快速的做一些我们需要的统计分析产生报表 最后呢,最好是一个视觉化的结果 可能图像的话,有没有 做一个圆柄图啦 一个长条图啦 或者是趋势的一个折线图啦 或者关系图啦 或者是什么泡泡图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马上就做一个决策了吧 OK,比如说呢 最近 那个什么 空气污染 那当然你不能用 用我感觉 最近空气不好 那你拿不出数据,所以谁要相信你 那根据呢 数据会说话 真的空气不好,那怎么办 就要做一点事情 那为什么空气不好 你才要再去了解 那总不能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 像你会发现 大家你要去说服别人之前 请你先拿出对应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其实身边都有 你只要把什么 快速整理出一个结果 那这样的话我想 相对会比较有说服力 有没有 你会发现太多了 所以现在很多那种政治人物讲话 你会发现都没有任何的说服力 为什么 因为他拿不出数据 那拿不出数据说真的 你讲再多都是空话 OK有没有 所以这现在是一个显学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想要很快的 把这些东西快速的变成一个视觉化结果 所以最近微软有一个很夯的软体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就了解 炮比较有没有 可以 他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可以让你做出大量的那种视觉化的 他叫做dashboard 就是仪表板 有点像是你开车的时候会看仪表板 你可以知道说车子目前的速度 有没有汽油 水温多少 档位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做后续的一些动作 甚至像有些车子 甚至还有其他东西 相关的数据 对不对 你可以做判断 那他有大概的概念 就是把一些资料赶快做成一个视觉化 可以让那个什么呢 可以让老板决策的时候很快可以决策 OK 好那上个礼拜 刚好我们学校也跟微软签约了 然后希望所有老师都能够去考微软的证照 所以刚好上个礼拜 我也就刚好挑了一个 就跑BI 然后就考这个证照 当然也花了蛮长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一直读那些考题 读那些题目 读那些资料 其实好累 我从来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辛苦过 不过还好辛苦是有代价 而且里面全部都原文的 全部英文的 OK 所以还好啦 结果就是很顺利的就通过了 OK 还好有通过 不然的话 感觉好像有了浪费学校出的报名分 因为这一张证照有125块美金 OK 所以其实也不算便宜 好 那再来的话就手动 那我们要怎么合并 其实会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产生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的清单 有没有怎么产生 那我教各位两个方法 一个你可以用DOS的方式 打CMDEnter 然后DIR斜线B 然后一个什么 一个大于符号 然后一个档案DIR.tst 这个应该有印象 如果没有印象 我回去请你再把影片上面看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东西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会的问题就解决 不会的话 那你就卡住了 OK 所以有的东西 其实 我是觉得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视野没有灰色地带 反正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就这样子 它也没有人情可怜 OK 所以电脑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的 但是有个好处 它做没有说对一半的 就反正就是对跟不对而已 OK 其实我觉得可靠度 算是比人还可靠 人有时候还会用自己的意思 去做事情 但是你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电脑反正就照你的需求 去完成事情 所以如何做 手动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不要用手动的 而是利用有一个模组 叫OS 那OS里面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function 有一个函数 它叫做work work的话 它很简单 就是帮你把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丢回来 变成一个串列 OK 重点是那个串列 所以你必须用一个串列去接收 接到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资料夹有几个档案 那你可以把这些档案做后续处理 另外的话我们还做了一些 就是档案里面的话 如果有档 因为已经把它合并了 所以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再把档案除了O以外的档案都删掉的话 有没有我们写了一个罗 也是用OS.work 所以写一段程式 它五行程式 除了O以外的.tst的程式 其他的都帮我删掉 那怎么做 一样嘛 用OS.work帮我找 然后呢 它回来的话 会是档名跟副档名 所以我比对一下 如果它不是不等于 有没有 O.tst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除 那删除的话 也可以用OS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remove remove就是删除 那你就把后面那个档案的路径给它 它就帮你删掉了 那程式云端上都有啊 假如你对我刚刚讲的还不太熟悉 回去务必要把它熟练 其实Python你说怎么学 就是把我们凡讲过的东西 你都会之外还熟练 熟练之外还可以很快把它打出来 那那就才叫会啊 而不是说你好像听过了 然后都忘光了 那下一次 当然你又要重新再来过了 可是问题啦 当然就是说你要花多少力气 可以把这些东西熟练 这其实当然 每个人知识不一样 不过啦 可想而知 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你希望 把Python变成你的一个专业的话 可能还是要 就是说把一些时间挪出来 一定要给Python 列席用 OK 不然的话呢 你说要真的把它学会 恐怕还是有点难度 而且甚至 之前有同学学过VBA的同学 应该知道啦 如果比起VBA来看 其实Python又可能难度又更上一层多了 对不对 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对不对 可是不管啦 反正就是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好工具 因为眼前看到的未来的趋势就是 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大数据分析 对不对 的应用 的工具 那哪些是最好的 眼前摆的就是最好的工具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可以马上学会的话 我相信啦 以后你在职场上面 应该有以你的一席之地了 OK 好 不过前提是你要真的把它学 不是只是学会哦 还要呢 真的要熟练哦 OK 而且呢 程式要不能打错哦 不过啦 这当然是不太容易的 不过你可以拿我的范本 至少啦 你拿范本来修改荣会吧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第四个 有没有 档案如果存在的话 那你要想到有个方法 os.pass.edis 有没有 有一个吗 对不对 那给它入记 如果那个档案存在的话 哪一个 好像o.tst 如果它存在就先散 不然的话它会一直append 变膨胀 那删除o以外的档案 这又是五行程式 所以每一个都是一个题目 所以哦 甚至这个跟正照考试比较起来 应该也不会输到哪里去 所以哦 如果有个期末考试的话 对 然后我们如果拿这个题目说 哎 不过我可能比较习惯 还是我们要上期考试 对哦 反正我就给你题目 你就把结果做完之后再给我 我觉得会比较考得出实力 那上个礼拜 我去考那个微软的那个泡壁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么ok的 因为它只有考选择题 那所谓的选择题跟实作题就有个落差 因为实际上它大部分就是我觉得外国人思维说 他觉得你如果懂得理论的话 那你实作应该没问题 哦 这是推理的啦 如果一复哦 然后呢 后面的 可是问题台湾的学生不一样 理论也许会啦 但是也还是做不出来 对哦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种环境 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试做 你要做给我看 然后做出结果 我才会放心 不然的话 很多人为什么考完证照之后 到了职场上还是没办法升任 为什么 因为其实有些是考那种选择题 那选择题有个漏洞 台湾学生最厉害 考试啊 不瞒各位哦 真的考试也是我的一项专长 真的哦 要考过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真的完全了解 哦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呢 我很清楚啊 因为我考试 只有大概两三个礼拜时间 那Power BI对我来说也是 又是一个新的东西啊 那我怎么可能 我在两三个礼拜 我不是神 所以怎么办呢 哦 我的准备方式哦 还是针对如何通过考试去准备哦 没有别的想法 OK 也不会野心很大 反正呢我就是只要能够得分的好方法 我就用那个方法 甚至不瞒各位哦 其实有些地方哦 我其实我也还不是很清楚 那怎么办呢 啊 就跟以前一样嘛 大学年考的时候 或考研究所的时候 很多时候哦 先记起来再说吧 对哦 反正呢哦 先记起来 反正先得分再说 对哦 啊 因为他考试是这样嘛 他不是考试做 如果考试做 我就试做准备 如果他不考试做 那我就不考 我就不上机嘛 那大概 没办 这不好 OK哦 我至少有考过 哇真是 让我非常的紧张 从来没有 以前很久没有那么紧张了 而且考试的地点的话 刚好就在这间教室 刚好就在那个 那边中间同学的隔壁那个位置 啊 OK哦 不过还好是因为有那个主场优势 因为我就在这边上课 所以我感觉这边非常的熟悉 一点紧张都不会 这是唯一的好处 让我考的还蛮顺利的哦 OK那其他还有就是最重要的 SiccoLite 有没有 SiccoLite资料库 那有同学哦 因为资料库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呢 你学了程式之后呢 你没有地方放的话 那问题来了 你将来这个资料怎么办 你总不 就秀出来看结果就好了 没有啦 你还要做报表 你还需要做后续的图像化结果 那这个怎么办 你势必还是有个地方要放哦 那当然了我们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写到写成一个档案 比如说.txt.c 但问题是档案有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结构性 它没有像资料库有哪一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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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你说VBA呢 为什么老师你VBA不特别讲资料库 因为实际上我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啊 因为Excel本来就可以拿来当资料库用 那所以我们不需要额外去找外部的嘛 除非Excel 比如说Excel它最高的比数是104万多笔 如果说我的比数超过104万多笔以上的啦 可能是超大的资料量 那也许我们可以再往外去找 实际上 我进阶课里面有讲可以用MySQL 只是说呢 因为大部分同学用不太到 所以我就有点把资料补充在那边 那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再去了解 那也就是说Python也可以跟MySQL连接 也就是说VBA跟Python都可以跟MySQL连接 那将来的资料呢通通都可以放在MySQL里面 甚至手机的APP也可以去把资料放在MySQL里面 也可以从MySQL抓资料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资料库有点像是一个资讯的一个什么呢 共通的平台嘛 大家都把资料写到那边去 然后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抓 也就是说如果后勤人员 他也许用Excel也可以把资料丢到MySQL 那有些人呢可能是业务人员 他可能人在外面 他可以手机APP 手机APP也可以连到资料库 那查到公司的一些相关的data ok 那我们上个礼拜用SQL Live 最大的差别是它是一个档案 ok 第一个它是一个档案 那第二个的话呢 反正的流程我大概上个礼拜介绍 如何建立资料库 一个档案 档案里面的话可以放很多个资料表 很多资料表有点像Excel里面的工作表 有没有Worksheet 也就是说你可以新增一个Worksheet 放资料 新增一个Worksheet放资料 然后呢 Worksheet的里面A栏 B栏 C栏 对不对 那可是资料表它不能用 就是说 它也是类似的 所以以后也许你可以给它名称 有时候后面我有一些欄的取名称 我就叫 名称欄为名称叫A欄 B栏 C栏 D栏 其实也类似Excel 可以啊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把资料查出来 Delete 删除档案 就Delete 修改档案 就删除 修改就Update OK 那其实这些的话 一般的应用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要继续来看 如何把那个 就是 这个部分的延伸出去 所以今天大概重点 再来的话 因为有同学今天出一些状况 我上个礼拜讲 第一个 安装环境的话 我再把重点 懒人包 有没有 如果你今天 因为好像有同学 打开就出现错误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就下载2019 2019这个懒人包里面 好 我刚已经下载了 第二步的话 一样 你就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低叠 它好像有 我把它取代掉 OK 然后低叠 如果这个旧的 我看我先把这个旧的取一个 叫old 然后我就重新再把它接给各位看 其实 已经old 那就old2 解的话其实都很简单 按右键解阿说 解阿说全部 记得直接解到低叠就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解阿说全部 它会多一个目录 所以解的话就把它解阿说 解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的懒人包 有一个缺点 就是Java 常常因为 你的电脑里面不见得有装Java 或者是说你的Java 可能装在很多其他地方 会造成什么样 你的Eclipse 无法开启的问题 无法开启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个新的版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直接把Java 放到我们的Eclipse里面 OK 所以这个版本其实还蛮方便的 解出来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 特别 我好像是有跟各位讲过 这个吧 里面最重要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 你一定可以看到 所以你们到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新版 你可以看 有没有Java 有 那就新版 第二个的话 修改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如果你打开Eclipse 它可能会出现 这个问题 Java 它找不到 没关系 你就修改这个 按右键 编辑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改哪个地方 改这里 第二行 因为我本来是设定在 那个C点 所以你只要把C改成D 然后呢 直接把它儲存 再打开 执行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不管 以后你在任何的电脑 做一样的事情 就OK了 也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环境的好处是 它有点是懒人包 然后你只要到任何电脑 免安装 解压缩 你就可以写Python层次了 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 也就是说 可以让你们以后带着走 任何电脑 打开 解压缩 开始工作了 不然的话 像以前的话 你要装一大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造成更多的 麻烦 OK 另外第二个的话 你就找到Wallspace 如果你之前已经有Wallspace 你就开起 像我这边这个 我好像是这一个吧 那我就直接把它开起来 Runch 但是呢 这里面的话 一样还是要做两个地方的设定 这个好像要跳渡不允许 它会用到Java 允许一下 然后就show later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你如果直接打开 我们之前的旧的Wallspace 那城市就打开了 另外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的设定 像我们之前有设定两个地方 像那个Window里面 Preforeness的PiDiv的什么 这有一个Interpreter 这个 它会自己帮你抓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的Wallspace 已经设定好了 它会帮我记起来 OK 如果你当然 你如果另外新产生一个新的Wallspace 那你就要重新再跟它讲说 我的那个Python放在哪里 有没有 在低点底下这个 3G是这个Python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General这边 像Wallspace 这边一定要UT8 OK 就这两个地方改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再来就是什么 你就建立新专案 然后就新Marjo 程式写上去 那就可以walk了 OK 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 而且以后真的是可以到哪里 你就可以写到哪个电脑 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赶快做出来 练习也是一样 像这种东西真的非常花时间 所以我建议 以后你只要有电脑 可能你家里有桌机或笔电 最好是什么 你每个地方都给它装一个装一个 然后呢 有可能就是出去的话也练一下 这种东西太花时间了 除非你可能只是想要禁止于知道 那当然就不用这样 但如果你真的要把Python学好 那还蛮花时间的 像一个程式 虽然我们讲的时间不多 可是背后你要练习多久 对不对 而且每个程式都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你如果还想不出更好的 你就先顺着我好的那个写法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稍微改动程式 但是没关系 改成你习惯的写法 这一点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程式永远用别人的话 你永远会感觉你还停留在某个阶段 就是只是看人家程式的阶段 我是建议你慢慢等到你有那种成长 就是你可以开始改动程式 而且是正确的 转出来也没问题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再加很多程式进去 可以让这个程式变得更复杂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我是觉得真的 还有你要喜欢他 真的 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 你就会觉得每天打开 你可以打开这个 你可以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他 我跟你讲 你觉得不太可能学不会的 OK 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我那天看一部电影 我觉得还蛮感触的 好像有一个得奖的 一个资深的记者 他就是致辞 人家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记者这个行业 因为他讲了一句话 让我觉得还蛮感触的 他说做这个工作让我觉得是活着的 意思就是说他做别的工作 他都觉得要死不活 那让我想 对 如果说你选择工作的时候 这个工作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活力 意思是非常有活力的话 那这个工作你可以继续做下去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很喜欢他 而且热死不疲 当然你刚开始也不可能一下子非常喜欢他 所以你要慢慢去学会认识他 慢慢跟他相处 找到喜欢他的理由 慢慢你会发现 你就离不开他了 OK 就像我走这条不归路也是一样 对啊 我也是莫名其妙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站在这里了 刚开始其实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我喜欢写程式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刚开始当然很痛苦 因为我写不出来 不是说你们不要以为说任何人一下子就都很碎碎 没有啦 都是经过很多很多的磨难 真的 这个磨难你们可能看不到 总不可能说我每次在那边乱 在那边改来改去上课 改来改去吧 但问题是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些痛苦的 那这些痛苦如果过去的话 你会发现哇 其实就是乐趣的 所以苦跟乐我觉得是相对的 你没有受过磨难 你就不会得到快乐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事情 你回忆里面 总是 是最痛苦那些事情之后的 你会越记得 所以男生最喜欢聊什么 聊当兵 为什么 因为当兵最痛苦了 真的 除了是身体的磨难 心理的磨难 对不对 所以你会回想 那为什么忘不了 因为 他因为是最痛苦的 所以回想起来 好像也最快 我终于还可以过来 我也觉得蛮快乐的 没有 我只是 大概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的想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部分 这个地方 懒人包的部分 我们待会 我们要再延伸出去 利用上个礼拜 讲的资料库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应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应用 画面 刚刚我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 好 好